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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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V 4 MV 5 I just see that border But Kim and me see that Big 3.5 郁兰威 今天 красив好 maka你快 những人 起床的儿子 代名兄 这何鸟威 我们在风际后 我们最creatnat 唔上ulations 来 请坐 真的这群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人 我要跟他们讲话我都有点紧张 现在好 那么我们从谁开始呢 可能我可以从来自槟城的 Mr. Lim Kim Sang开始 那么 Mr. Lim 我听说你之前是有自己的工厂 那么是什么原因 或者说你还没加入Reway之前 你怎么看待直销或者怎样看待Reway呢 我本身是一个传统胜利人 我是自己创业 所以讲到什么传销自销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我 所以想起来呢 在两年前 有一次就是 有一天 有一对 姐弟 他们就来找我 因为他们是认识我的太太 所以我太太呢 以前是已经有 做过一些传销公司 他们知道我太太有一些经验 所以他们想 把这个Reway公司跟他的产品来介绍给我太太 但是就是某一天 两年前 他们来找我 在我的公司找我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是很忙啦 因为我自己 做自己的生意 但是他们来 到我 当时你是做什么生意 我是 一名 机械工程师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自己 有自己的厂 自己的员工啊 有 三四十位员工 所以自己有 那些自己的设备 所以我 整天到晚都很忙 做我的东西 所以他们来找我 是 我第一个 就很反感 所以他们就走进我的 办公室 我第一样事情 告诉我的太太 你的朋友要介绍你这个 什么传销 什么产品 很不好意思 可以带他们去一边 在那边一个角落 你们自己弹 我不要听到 我把那个棉花塞住我的耳朵 所以我也把两只眼睛关掉 我也不要去看 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就 在一个角落 谈了谈 就这样子 慢慢过去 但是我的太太也 拿一些产品 在我的办公室那边 摆这里摆那里 她摆她的事 不要打扰我的东西 所以 就有一天 刚好我的女儿 开始有 出了一件 状况 不然间 她 这个 景象生了一个 一个 中流 那个时候呢 我也没有去注意到什么 孩子几岁 这里 孩子几岁 我的女儿 12岁 她刚时 当时是 6年级 12岁 所以那时候呢 是5月份 我记得两年前 所以那个时候 她要考我们马来西亚的 小学的考试 UBSR OK 所以 那个时候呢 出了身体状况 她的 体温 不能控制 所以我们就紧张起来 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把她送去医院 去检查 谁知道检查过后 医生讲 第一样东西就是 要把她 住院 要住在医院 所以 医生就把 她的细胞去检验 怕是有一些恶性 她住了医院 差不多一个星期 那个时候 我太太就跟我讲 你记得 有一次 她的朋友来找她 分享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讲 那个时候 我耳朵都塞住 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但是你朋友讲的这个产品 这样好的话 不如拿来 给我的 女儿 给他们 再 给她试咯 因为我的女儿在医院 医生给她打了 一天三次的抗生素 但是她的身体 没有什么好转 所以我们也担心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 她就 叫 她的 朋友 那个人 今天有在场 那个是我们的 上 健 那个是 凯利 跟 顺利 我这里要感谢 他们的 坚持 他们的坚持 跟他们的 那个 耐心 虽然我开始的时候很记忆他们 但是那天晚上 我也稍微欢迎他们 因为他们带了这个 Bertil产品来 这个医院 给我的女儿 使用 不到几天 开始看看我的女儿有 一点改善 所以 医生 过了一个礼拜 医生讲 你的女儿可以出院了 但是这个肿瘤 还是需要开导 所以我们就把女儿带回去 开始 问一下人 第二个 比年意见 喜不需要开导 还是怎样怎样 医生给了我们一大包的那个 抗生素 带回去 所以 经过了 很多人的意见 我没有给我的女儿吃这个抗生素 只是吃Bertil 短短的四个星期里面 我女儿的这个肿瘤啊 慢慢慢慢消失 变成品尝 就是这个Bertil 就是这个Bertil改善了我的女儿 那个时候 我是两个耳朵都 塞得紧紧 不去了解这个东西 但是 看了 这种反应 这个产品的反应 效果 我开始把这个 耳朵 开了一点 不过眼睛还没开 还是看不见 还是盲了 OKOK 所以我太太就是 看了这个东西 她就把这个产品 去稍微分享给一些朋友听 刚好有一天她去分享给 一名中医师 也有在场的 Dr.Woon Mr.Woon 温医师 这个温医师呢 那个时候 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 他跟他讲 我是中医师 你是什么 身份 你要来跟我讲 你什么产品产品 会比我的中 这个中药 那个 那个血温 会比较好呢 那个时候 我的太太也不懂 这个产品的 详细的资料 那中医师就叫我太太 你叫你的上线 还是什么人 跟我分享 他回去 就带了 也是 那个 姐弟 去 跟那个文医师分享 过后呢 我的太太也不去理财这个东西 因为他以前有 接触过很多传交公司跟保健品 这个经验 但是他 也不 不想去发展这个事业 所以他回去 他跟我讲 这个东西他有介绍一些 然后 我 什么都看不见 我继续 做我的东西 因为这么多年呢 我在发展我的事业 我在创业 整整 十多二十年 我没有看到很大的 前景 我一直在找商机 一直在找机会 但是这么多年 没有给我找到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 为了 生存 我还是继续 很努力去 拼 去 去创业 所以 我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 重整我的生意 从很大的厂 一直 把它 锁下 为什么呢 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市场的竞争 精气不精气 传统生意的危机 所以我看到一直在找 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商机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跟我分享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根本 不会去看 因为我一直 往传统的角度去看 直销 传销 我不会去看 因为我怕 但是 有一天 我的太太就是 服用了这个产品 因为那个温医师也是 了解我太太的状况 因为我太太本身她有那个 大警报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 短短三个月 他的大警报 大大改善 我看到 这个产品这样好 帮了我的太太 帮了我的女儿 我的眼睛 开始开了 开一粒 开一粒 还有一粒 还是关着 OK 不容易开 这是两年前的事 两年前的事 所以 过了一阵子 有一天 我太太跟我讲 你知道吗 那个那个谁 我们的上线 开一粒 他跟我分享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是驾着 一两维 过了半年 他跟我讲 这个女孩子 不是很会讲话 也不是认识很多人 但是 他发展这个 reway事业 从一两 Vira 变成一两 Fontasivic 短短半年里面 Fontasivic也是普通的 我一直跑工厂的嘛 我看 很多人也是 驾着Camry去打工的 这个也是很平常的事 所以是到六个月过后 他跟我讲 他的朋友 谁呀 从一两 Fontasivic 换去一两 CLS 那个时候 我眼睛就开始开 所以现在眼睛开了 现在眼睛开得很 CLS很重要 因为我一直在找商机 所以 这个产品 帮了这么多人 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子去分享 在7年 5月1号 我正式加入 一年了 一年加入 所以今天是5月3号 才不到 才刚好 一周一年 一周年 所以我在 Rivy发展 短短 第七个月 我就看到了一些前景 七个月里面 还没有开始得这样厉害的时候 我要感谢是Mr.Loh Jinju 这里是方便啦 我们的最高度导他们定 就在 7年 5月 头 4月中 还没有到5月头 有一天他来找我 就是经过KERRY跟 SUNNY的推荐 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穿到这样 戴什么 我是穿 短裤 穿拖鞋 在路边当 吃云吞面 12点多来找我 我讲这个是什么大人屋 他们讲的这么厉害 然后我就在路边当跟他一起吃 吃云吞面 他架着一辆S350 跟我分享这个事业 给我看 哇 来引诱我 他的收入怎样怎样怎样 我讲我的生意做了20多年 曾经没有看过你的收入是算天的 我的生意是要放账的 有时要等到120天 要等到180天才收得到 回我的 本钱 收回的 也 不是什么本钱 还到我的租金啊 那些啊 债务啊 都不够给 那个 呃呃呃呃呃 有些薪水什么 所以我看了 我打滚了这么多年 是应该时候我去改变 所以 经过 呃那个 呃呃 这个 Mr 当务啊 度导 他跟我详细的分享这个事业 等这个产品过后 我做了一个写定 我要从事 理会我要100% 我要从事100% 我就要 怎样呢 我回去 两个星期我不能睡 因为我要把我20年创业的这个 血 心血 把他 放弃 就是 这两个礼拜里面 啊 就这个两个礼拜 不能睡 所以經過了這2月8日,有一天我就找我的太太討論, 現在我要做這個決定,你可以支持我,還是我們來看我們應該怎樣做。 這樣她會100%支持我,所以我就做了這個決定, 回去把生意斬斷,我的生意,傳統生意,世界100%投入利益。 那我知道你是做了開始的,頭三個月就做到ELITE了,是嗎? 三個月。 接下來呢? 接下來第七個月做到我們公司的Pavo, 七個月做到TEAM ElitePavo,掌聲鼓勵一下。 這麼多年創業,我自己要看駕一輛好車, 好像Camry,Full Spec,我也不敢去想。 昨天晚上,我駕S500,在新加坡的馬路跑。 S500,好像跟我一樣。 所以感覺怎麼樣? 所以感覺很爽啊。 這個四月,給我看到她的前景。 還有,除了這個,我也把這個四月, 開始分享給我以前的朋友,一些。 這裡也今天,我也帶來兩三位, 那些開始我分享這個四月之後,都被拒絕。 但是他們今天也開始,好像我這樣, 兩隻眼睛罐,兩個耳朵, 今天也是開始慢慢開他們的眼睛, 來認識這個人的公司。 我相信那一,剛才你所說的那一段話, 應該開了很多人的眼睛。 真的,我們需要給Mr.Lin一個掌聲,真的。 剛才Mr.Lin有提到他身邊的那一位, 就是他們Diamond Team的最高督導,Mr.Lo呢。 老實講,我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他的兩隻眼睛也是關的。 我們來問他一下。 有時候,剛開始老實講,我們在咖啡店開始的時候, 他的公司就在咖啡店的對面,在大三角。 那個時候,老實講,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會挺緊張的,很怕。 他是一個非常嚴肅,非常認真的一個人。 那麼,我們來問一下Mr.Lo, 你是怎麼樣從這麼排斥,直銷或者Reway, 一直到能夠接受他的這個過程,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好,各位,各位夥伴大家,笑好。 好。 如果在過去,有人問我,你會做直銷嗎? 我肯定會。 很直接地告訴他,我死都不會做傳銷。 但是今天呢,談起來這個是一個很奧妙,很特別的情況下, 我會加入傳銷。 因為加州到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會加入。 我身邊的人,沒有人會相信我會加入。 那麼,我本身呢,做傳銷,這是我第一份。 我從來沒有做過傳銷。 然後後來就講到,如果要怎麼進入這樣的情況下, 我再想,那個是2009年的事情。 那時候2009年,在我的辦公室是在二樓。 我的樓下對面有間咖啡店。 那咖啡店久不久呢,就有兩個人,穿著大衣綁著戴。 一個肥肥,一個中等。 那個就是誰? 那個就是,一個就是我們的Dr. Lim跟Simon。 那每一早上在那邊吃東西。 因為在大三角,是一個小地方。 某丁丁,每一吃早餐都要穿大衣綁戴。 需要嘛。 那我做保險,我在保險服務,前職的保險服務,十六年。 我也穿大衣,我也綁過戴。 那只是什麼? 在training,在上課的時候,對嗎? 平時需要嘛,大衣脫掉咯,對嗎? 就可以了。 那兩個怪怪的,當那個時刻起,我也沒有理。 後來,我就,夜六,就跟他們坐在一起聊天。 然後接下來,一個光束,一個lum jake。 那個時刻呢,他們每天在談。 那我就問夜六,他在做什麼的? 他說,沒有啦,他們是賣東西的,賣保健品的啦。 我就問他,是不是傳銷? 他說,嗯。 他一,嗯,我就知道,這個是漢界楚河。 河水不犯井水,對嗎? 所以我保險的,他這傳銷的,嗯,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所以每,所以每天早上呢,我同一天咖啡店喝茶。 我坐在這邊看,喝茶順便看報紙,他坐在隔壁。 偶然他就,就走過來,握個手,坐下來。 我坐下來,我說好,你們慢慢談,我又移去隔壁。 因為有一個另一張桌子。 我很明顯地告訴他,我是跟你們不一樣的。 但我沒講。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我覺得說,我死都不可能做傳銷的啦,對嗎? 好了,那過了幾個月,他們偶然就要叽叽喳喳,叽喳喳喳。 我們不知道談什麼,包括業力。 那麼,幾個月後,業力就跟我談到。 那時候是2009年的7月多,他說,最近生意不是這麼忙。 我想去新加坡,參加一場大會可以嗎? 我說,你要做傳銷啊? 我馬上都很緊張。 沒有啦,去走走而已啦,順便去走走而已啦。 我說,走走就好啊,不要做啊。 因為傳銷不能做的。 好了,那麼,過了那段7月的,6月的20多號, 一個表洋大會,他們的表洋大會,過後我才知道。 那回來,月六,就來跟我談。 一個東西不錯的,你可以試試看。 我說,什麼東西? 他說,就是這一罐東西,那時候是小小罐,放在桌子上。 我說,傳銷啊。 我說,多少錢罐? 他說,沒有啦,是一套的啦。 一套多少錢? 他說,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說,八千多罐,你有沒有講錯? 他說,是啊,很好的啊。 我說,你瘋的啊。 八千多罐,你都買來吃啊。 哪有這樣的價格啊? 這種東西啊,你跟我講。 我自己發麻生買幾多?便宜又好,又好, 比他好十倍啊,又便宜。 你看你。 坦白說啦,真的有沒有便宜? 我不知道,但是,反正講就對了嘛。 都沒有人知道啊。 後來我跟他講,不能買的,傳銷東西。 很貴的,不值得買的啦。 算了,不用去吃啦,有又沒什麼啦。 對嗎? 他當時很拒絕。 那麼,他也不敢給我知道。 他靜悄悄就在吃,偷偷在吃。 那有一天,他就,拿來拿到,你試試看。 試試看兩粒。 我說,什麼東西? 這個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這種東西哪裡可以吃的? 我每天有吃飯,吃菜,吃東西就好了。 需要什麼? 我都很健康。 我就覺得,人本來就這樣嘛。 能吃飯就好了嘛,健康了嘛。 對嗎? 然後這個時刻, 他每一人久久,他就,他就,他就, 又塞兩粒過來,吃啦,試試看啦。 不要不要不要! 他很有耐心喔,你知道嗎? 有看到,又再推過來。 那有一天,你知道我們,有時做東西, 又,看到很煩,你知道嗎? 覺得很煩。 那我就跟他講,好啦,你要我吃,我就吃給你八千多塊, 先講明兩件事情啊。 第一,你不要叫我付錢啊。 懂得嗎? 所以不付錢嘛。 第二,你也不要叫我買的,也不要叫我做, 我絕對死都不做,也死都不買的啊。 先聲明,OK嗎? 你講OK啦OK,你吃啦,吃就好了啦,不用什麼都不用啦。 那麼就這樣,那時候,我吃,吃,吃,吃到差不多二零九年的,差不多十夜左右。 我就發覺到,吃過之後,有一些不一樣就是, 平常我回到家裡晚上十點多, 我很喜歡看一個新聞,叫做新聞報報看。 所以看完那個新聞報報看,也沒有充滿,就在沙發躺著睡覺了,很累。 每一天,一回到家裡,就晚上不能出來的,因為很累。 但自從吃了之後,發覺到,好像沒有累喔。 還可以看聯繫機喔,沒事喔。 好啦,吃了三個以後,有一天覺得說,好像很不大舒服眼睛, 因為我,當時五十四歲啦。 眼睛人老啊,很正常啦。 都知道,看電腦,幾次都要戴眼睛啦。 那麼我就戴一個老花眼,那時候呢,之前我戴老花眼咯。 那麼,發覺到那個時候呢,那個老花眼,為什麼一萌了? 我說,眼睛又可能又壞了吧。 因為眼睛大概不適合用了,要去配對眼睛。 那眼睛就拔下來。 拔下來的時候呢,又看看,又要自,欸? 戴眼睛,不戴眼睛,明過戴眼睛喔。 原來眼睛,開始改善了。 欸,不用戴眼睛,可以看電腦,可以辦報紙。 到今天為止,我都還不需要戴眼睛了。 我本身是做保險,但我認為我是生意人。 那我想,生意人,既然有個這樣的東西,這麼奇怪的東西, 那我還是不服氣。 因為人都不用這麼的眼睛認輸嘛。 要我認輸,絕對是這麼容易的。 所以開始上網找資料, 看看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看看他的傳單,而且開始耳朵打開了一邊, 看看聽聽,到底有什麼見證。 發覺到,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見證。 但是還是不相信,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從此那個時刻,我就是上網再找。 我終於,看到一樣東西。 的確,它是不一樣。 因為它是活細胞療法,非一般的。 而且事實發生在我身上,我不由我不信。 這個時刻,我在開始在想,思考一個問題。 八千八百八十八塊,真的很對。 那對一個商人來說,我根本不怕貴。 因為我保險,賣的保單有的都是算萬的嘛。 我根本就不怕貴嘛。 但是,再看回來,想一想。 這個產品,如果能夠救人。 我保險,也是在幫助人。 也是在助人助己。 但是這個產品,同樣的也是助人助己嘛。 但是,看你往下一看。 保險在市場上,有太多太多人在經營了。 而這個市場呢,卻整個馬來西亞還沒有幾個人在做。 整個世界都還沒有幾個人在做。 我在想,如果這個商機,有給我一半。 或者有二十八千。 或者全世界給我十個%。 我想不得了耶。 但是,我又想回來。 因為我加入傳銷。 我真的很不願意。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我排著傳銷。 因為我個人被傳銷嚇怕了。 因為很多人傳銷的代理員,一旦來找我, 在賣我產品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講,你試用我的鋼包咯。 然後我想,你真的。 他講的,又解釋了。 買完之後,結果,再第二次來,又來營養咯。 又買衣服咯。 又買牙膏咯。 又買營養水咯。 很奇怪的。 當我認識營養的代理員之後, 我真的,沒完沒了。 我很怕。 所以,我認為,既然我怕, 我就不想成為一個被人討厭的傳銷員。 但是我在想想,這個產品呢, 可以喔。 因為,他只有一個產品罷了。 我們不行,也沒有人會討厭我。 我只要告訴他,我只有一個產品。 你買了之後,我永遠不會再找你買第二樣產品。 通常人,他都會接受喔。 因為只賣一樣產品而已啊。 就是說,如果買了,他也不要再纏它。 然後,如果說,他買,他不買都好啦, 到我也找不到第二樣東西再纏它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我講我可以。 更重要,我覺得說,我保險是一個專業。 但我保險專業的話呢,也有好多種產品啊。 也有十樣八樣的產品啊。 不同的保險保單嘛。 但是這個產品只有一樣而已喔。 真的,可以做到專業。 如果一個產品可以做到專業, 又可以賣全世界, 又可以救助人, 又可以幫助自己, 又可以賺到錢。 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商機嗎? 在這個時刻, 我看到的是機會。 但我只告訴自己, 如果我真的要來做, 我不是普通的做法。 我一定要很專注的去做。 我一定要很專業的來做。 那我就跟業力商量, 你真的要做嗎? 也就是說,不然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累了啦,不然我們來換個行業。 我問他,如果我在做, 那你不做看我做, 我不要,你要就一起做咯。 那麼當時, 這個情況下, 業力也做了一個很寡斷。 他說好,如果你做, 我也一起做。 兩個人的工作, 都解掉。 意思是說, 辭掉。 因為我也不能做part time的。 因為我們保險公司有level的。 如果經理系的, 是不能做part time的。 如果我要part time做, 是不可以。 但我看到, 那個商機。 所以我這個時刻, 我在想一個問題。 我也可以把佗爹做得很專業。 所以我也可以把佗爹做得, 不會令人討厭。 我也可以給佗爹令到每一個窮人, 也可以吃得起。 我可以想到怎樣給佗爹, 能夠給每一個商人, 都可以一起來從事。 所以我跟業力做了一個檢討。 我解決, 所以那個時刻, 我就, 召集了一筆一般的元老, 包括光束, 老大, Lamze, 業力, 等等幾個, 就創立了一個叫, 萊門丁。 那個是萊門丁的創立。 我們準備用很專業的來從事這個事業。 如果可以做到專業, 我想這個市場會有人要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 那麼, 事實也證明, 這三年以來, 我很排斥, 直到今天, 我發覺到, 現在, 是吸引很多很多人, 不管是來自哪一個區域的人, 可能是打工的, 一些生意人, 最近還有一些是專業人士都會來。 甚至很多很多人, 老闆都要加入我們的這個行業。 因為, 他們看到的是商機。 而且, 這個事業, 有錢, 沒錢, 有口才, 沒口才, 只要, 是人, 不管他是男的, 你的, 年齡大, 年齡小, 都可以從事。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事業, 我覺得, 這個商機非常的大。 而且, 如果這樣的話, 可以使到我覺得更有責任, 更有價值, 也覺得, 這個, 事業更好。 所以, 在這三年來, 他們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理念下, 已經傳達到每一個角落去。 這樣子, 所以, 掌聲。 不然今天我想問一個, 一個人, 那麼這個人呢, 剛才, 剛才Mr.Loyle一直講到一個人, 就是業力, 業力, 是吧? 那麼這個人, 他的, 全家人齁, 都在做立威。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一樣東西就是, 當他家人在做的時候, 這個人還沒有來做。 他等到幾時呢? 他等到三年後了才來做。 我們來問一下, 我們陳世天齁。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爸爸, 你姐姐, 他爸爸就是光束, 然後, 他姐姐就是業力, 已經在做立威三年了, 那麼, 為什麼你那個時候沒有跟他們一起來? 然後, 為什麼你又來了? 你是看到什麼東西? 其實真正是三年多了, 那我爸爸是光束, 大家都懂, 我姐姐是業力, 還有Mr. Lo, 第一次, 我還記得第一次, 應酬事, 這是爸爸, 為什麼我去做傳銷? 奇怪, 那第一次應酬, 爸爸就去, 上去他們的會議。 到了這個, 會場的時候, 給我看到一樣東西, 全部都是老人, 五十歲以下的都進不了, 五十歲以下都進不了, 大多數都是五十歲以上, 第一個, 那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 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覺得它是個money game, 就是, 什麼老鼠會啦, 對不對? 就是, 以前人家老鼠會啦, 什麼金字塔啦, 什麼, 就是金錢遊戲, 三年多來, 我爸爸一直跟我談, 其實, 這個做兒子的齁, 真的有點不孝, 聽都不聽, 老實講我聽都不聽, 那為什麼, 我到最後能接受呢? 是因為到了我媽媽開口, 那時候, 我媽媽跟我講說, 能不能去聽一次呢? 我在想想, 阿爸叫你來的是不是? 他講, 不是, 再問問, 應該是姐姐叫你來的吧? 也不是, 他是真的用心叫我去看一次, 那時候, 我就打了個電話給我姐姐業力, 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你的媽媽要你聽? 因為有可能, 我覺得我媽媽, 也發現到, 我爸爸做得不錯, 而我姐姐做得不錯, 而她又不懂, 又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 一定要去聽, 那我就打個電話給我姐姐, 問她在哪裡, 那個時候, 他們就在吉隆坡, 他們就開始在打吉隆坡, 我問她有沒有回來, 她說有, 那等了她, 她到半夜, 來談這個review, 那談完過後, 原來我才知道, 八千八百八十巴, 是給一個人服用而已, 是給一個人服用而已, 因為為什麼呢, 我發現到, 在市面上很多人, 八千多塊應該會頓到很多貨, 然後才來慢慢賣, 那種真的是很難搞, 是一個人喔, 這個是一個大商機, 一個大商機, 那呢, 那時候剛好公司就有說, 要fight了可以去蘇拉巴亞, 有一場, 什麼表昂大會的, 包飛機那次, 包飛機, 對了, 包兩架飛機, 世界上有這樣的老闆啊, 我在想, 你看, 來, 感謝老闆, 感謝老闆, 我從來, 我認識的朋友很廣, 上市公司老闆都有, 甚至一些傳銷公司的老闆, 我都非常非常的熟, 有很多很多這些朋友, 那我沒聽過, 沒聽過一個人, 一個公司, 能包下兩架飛機, 而去到蘇拉巴亞做表揚, 那時候呢, 我就一定要去, 那時候, 我下了一個決心, 我一定要去看, 到底這家是什麼公司, 那時候, 然後上了飛機, 就跟, Victor咯, 我們就坐在一起, 那時候聊了很多東西, 大家都是去看看那個時候, 兩個人都去看看, 但是我決定要做的時候, 我姐姐只跟我講了兩樣東西, 她說, 我問她, 要怎麼樣才能認認真真在這個行業, 我不是開玩笑, 因為, 如果我決定做的話, 我會把我手頭上, 所有的東西, 都放掉, 是一百巴仙, 做reway, 因為我的人比較簡單, 我不能一心二用, 我比較專意, 這個講給老婆聽的, 其實這個也是事實, 因為, 我不會有很多雜念, 我比較簡單, 那葉利跟我講了, 兩個東西, 第一, 你一百巴仙的根可以嗎? 我說可以, 第二, 麻煩你把你的呼吸踢掉, 可以嗎? 把你的呼吸過掉, 因為我有呼吸的, 好, 這兩樣東西也就成功, 是嗎? 那呢, 去了蘇拉巴亞, 真的這一場, 讓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真的是, 真的是, 包下兩架飛機, 真的是, 可以在飛機上, 瘋狂, 真的是, 可以在飛機上, 怎麼講, 就好像喝喜酒, 知道嗎? 大家都有喝過喜酒, 在飛機上那個環境, 就好像, 喝喜酒, 每個,哇, 很開心, 因為一直來, 我坐飛機都是靜靜的一個人, 旁邊那個又不能講話, 旁邊那個又不能講話, 對不對? 這個是, 不是喔, 可以走來走去, 走來走, 要怎樣就怎樣, 哇, 這個真的好玩, 到了那個會場, 我看到的一些東西, Reway, 是一家不簡單的公司, 因為, 我曾經寫過策略給傳銷公司, 我曾經寫過很多很多東西, 給很多公司, 有的是, 有的是朋友, 那這家公司, 真的棒的地方在哪裡, 到了會場, 在飛機, 到了蘇巴巴亚, 到了會場, 所有的安排, 真的是非常的棒, 而是我看到的一般年輕人, 那個時候就看到MK, 看到Jacky, 這些人, 安排得非常非常的妥當, 我就講, 這家公司,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公司, 單單看到這個表面, 就知道他們的高層, 是非常非常的認真, 所以這個是我看到的, 到了會場, 我看到, 三個副總裁, 我們三位副總裁, 就是Lado Kenny, Rodiel Ong, 跟Ivy, 大家都很忙的, 在做他們的東西, 而不是坐在那邊等喔, 是真的有在做東西, 然後, 我們的老闆, 而不是放了紅地毯, 這樣慢慢走進來, 不是喔, 他也是在忙, 在看著那個會場, 檢查看, 檢查在看, 所以是非常非常認真, 我就知道這家公司, 真的是非常的棒。 回來過後, 就3 star, 應該用8個月, 就team elite power, 沒有一家公司, 可以3個月, 表揚大會一次, 因為我曾經寫過策略的人, 我知道, 有的公司叫我寫, 我寫過後, 你知道大多數他老闆跟我講什麼嗎? 四天,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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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看過Doctor Lim, budget, 他趕趕去的, 他不愛錢應該, 是嗎老闆, 不愛錢, 其實, 不是不愛錢, 因為理念大, 因為夢想大, 這是我也是在他身上學到, 一個人夢想大的時候, 他根本都不會看錢, 這個我認同, 這我非常認同, 然後公司每一個策略, 公司的每一個策略, 真的讓我深深的感受, 馬來西亞, 我相信, 沒有一家傳銷公司, 可以做到好像reway這樣, 可怕的是什麼? 可怕的是什麼? 是8888, 這個是可怕的, 不是一個老闆, 願意去挑戰的, 很多老闆, 為了要開一間公司, 大多數考慮價格低, 不會考慮產品的, 最好是, 哇, 越多, 越便宜, 越好, 越容易做, 越多人接受, 越好, 但是我不懂, Doctor Lim為什麼能把這個價格放下去, 失調吧, 還有選擇產品方面, Doctor Lim選的產品, 是我們的開盤數, 而是市面上, 很多人, 都做不起來的產品, 他敢敢拿起來做, 而今天, 做到這麼成功, 真的要給他一個掌聲, 而如果, 如果在座每一位問我的話, 四天, 是不是, 你厲害, 不是, 我都講我很單純, 我很直齁, 不是嗎? 不是單純嗎?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今天如果, 在座每一位問我四天, 為什麼在Revue, 能做得很好的約束, 我只講一樣東西, 因為這家公司, 叫做Revue, 現在的Revue, 真的是能打國際的, 現在的Revue, 真的是能打國際的, 很多人可能, 有的還沒怎麼講, 還不是很了解Revue, 用心, 真的用心, 我三年半, 你問我, 浪費了這三年半的時間, 沒有認認真真去聽Revue, 那我覺得, 我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至少三年多, 過後, 我有認認真真去看Revue, 而今天證明了一樣東西, 不單單是, 幾個人成功, 而是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人成功, 所以我們每次在Revue, 我們都會講一句話, 如果在Revue, 是賺一萬兩萬, 沒什麼, 對不對? 對, 可能, 連名字都不懂是誰, 過分, 這講話, 事實是這樣, 事實是這樣, 可能在其他公司, 這一兩萬,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大領袖, 一個大領袖的, 我每次跟人家談的時候, 我都, 這感觸真的, 非常的深, 剛剛在Revue, 隨便, 拿一個Team Elite的組織, 已經贏過馬來西亞很多的直銷公司的業績, 只是單單一個Team Elite喔, 真的, 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呢, 到今天為止, 我也是有很多那些朋友, 他們自己本身開傳銷公司, 到今天為止還是有人, 有人怎麼講, 約我, 來跟他合作開傳銷公司, 這個不是第一次, 很多很多次, 我很多次給人邀約, 一起來搞傳銷公司, 但是我從來都不做, 因為我認為, 傳銷或是直銷, 要當老闆, 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所以呢, 今天Revue, 有這三位副總裁跟我們的總裁, 他們的實力, 你問我的話, 我會跟在座的美味講, 是非常的棒, 因為剛才安格莉講過了, 對啊, 一個人住在一個大房間很怕, 對不對, 我會怕安格莉喔, 不用怕改正我陪你, 沒有一家公司, 願意做這樣的東西, 最高峰會議, 領袖培訓會, 表揚大會, 一場表揚大會, 一場表揚大會, 真正在五星級酒店做的話, 肯定肯定的, 是超過百萬, 再百萬, 而不是單單, 那幾十千做得到, 或是那幾百千做得到, 而我們的公司是每三個月做一次, 領袖培訓會呢, 也是在花錢, 最高峰會議呢, 每一個人一間房間, 包飛機呢, 這些全部都是錢, 這個是一直來, 每一個直銷公司老闆, 會考慮的地方, 也會budget的地方, 很多老闆不願意, 出這筆錢的, 但是今天, 我們能很快速的成功, 今天我們能很快速的成長, 對原因是公司真的, 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們才有, 今天這樣的成績, 所以在座每一位, 不要再猶豫, 也不用再考慮, 也不需要好像我這樣, 用了三年多, 才來直到立位, 好不好, 好, 我們謝謝, 四天喔, 非常用心的, 非常發自內心的分享, 真的感覺得到, 好, 現在我想問一個, 這個人喔, 老實講, 當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 他已經是追殺了, 好, 所以是說, 他是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成為追殺的, 那麼當我開始認識他, 我才發現到, 其實他之前, 就已經是非常非常, 了不起的一個人喔, 到底他多了不起的話呢, 等一下, 可能他講完過後, 我可以分享一下, 好, 這位人就是, Mr.Victor Dunn, 好, Victor Dunn, 我想要問, Victor, 你之前做生意嗎, 是嗎? 對, 那麼你做生意多少年了? 27年了, 做了27年生意? 對, OK, 那麼你做的生意, 曾經去到最大的時候是多大? 一年超過一億的Dun Over, 生意, 掌聲鼓勵一下, 哇! 那麼你是從事什麼生意的? 蛤? 之前你是做什麼生意的? 手提電話, 跟遊戲機啊, 好, 手提電話啦, 對, 那麼為什麼你會, 你會, 會跑來做reway, 或者說reway, 跟你之前的生意, 有什麼, 有什麼差別? 分別可大了, 嗯, 很大, 你可以分享一下, OK, 首先, 我自己做了這麼大了, 我不怕人家打, 我最怕人家想, 因為我開銷很大, 所以那些小小的, 就一下來就跟你做一下, 做了他又跑, 打不完的, 整天要面對這種問題, 好, 第二, 也面臨到市場分割的競爭, 因為, 這個市場不是一個人而已嘛, 我的產品, 到處都可以拿到, 只要你有錢, 你就可以買來做了, 對不對? 所以, 我面臨了, 這個問題, 頭很痛, 過後了, 我想要, 再擴充營業, 但是, 我也有合夥人的, 好, 不是我想什麼, 就可以做些什麼, 還有, 以前俗語所說的, 可以共患難, 卻不可以共分享, 你是說你之前的合作夥伴, 就是, 做大的時候, 出現問題, 對, 剛開始的時候呢? 哇, 很好, 朋友, 沒有二計畫的, 可以不要睡覺二十小時, 但一做起來的時候, 整十年啊, 整十年, 過後思想應該是變種, 變種了, 變字, 變字啊, 不是變種, 對不起啊, 因為我一直看, 我們一直現在要做活細胞嘛, 細胞為什麼會種cancer, 因為它變種嘛, 對不對? 好, OK, 所以, 我就面臨了這個問題, 變種的問題, 所以我也想過, 做了大了, 又怎麼樣, 也不過如此, 一到一個風暴來, 你也是會完蛋的, 還有, 以為很大, 做來做去, 不過也是在新加坡而已嘛, 新加坡很大啊, 對不對? 做來做去, 就是在新加坡而已, 要發展業務, 真的不簡單, 所以也面臨這個, 考驗喔, 那你做了reway過後, 跟之前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說你做了reway過後, 有什麼? 說到這一方面, 說到這一方面, 擴充業務齁, 其實我可以從我開始, 為什麼認識reway開始可以嗎? 我是在2011年, 應該是在3月到4月份, 我一位好朋友, 認識整20年的, 我很多年都沒有看到他, 也, 最後近至幾年齁, 就經常看他出現, 他以前是賣手錶的, 突然間, 好像有加了一樣行業進來, 就是手提電話, 連價錢也OK啦, 也比較好一點, 那時候, 突然間他有一天, 跟我說, 這個產品, 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問題, 他也不說啦, 其實我都不知道, 他有什麼糖尿病, 什麼病啦, 只是每天聽他說, 每次有好的產品, 他就來告訴你, 哇,這個靈芝粉, 等下, 什麼龍頭風味, 都不錯咧, 我說, 好啦好啦, 連我也不去管他啦, 所以最後一次, 本爹, 他是真的比較認真的, 一直跟我說, 我說, 好啦, 我心裡面在想, 跟我的一位夥伴, 等你的眼睛好一點啦, 都要瞎了, 等你的皮膚都拖到這樣, 不懂吃了, 會不會這樣咧, 你還整天說好, 我就在那邊說, 連價錢, 其實, 是不貴啦, 三千八百八十八, 等一下我跟你分析, 為什麼不貴, 我就說, 笑啊, 要吃什麼, 還給我吃, 所以就不管他了, 好, 所以在, 過了八個月後, 我浪費八個月, 八個月後, 我看到他, 咦, 為什麼他轉變這樣快, 應該是, 不錯的產品才對, 當初我為什麼不買來吃, 是因為我要面子, 因為我怎樣都做生意這樣多年了, 對不對, 錢應該不是三千八百八十八, 其實不是很多, 或者馬幣八千八百八十八, 是因為, 假如我給他騙去, 我的面子要放在哪裡, 哇, 日本丟錢啊, 直銷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有時有一點同感, 被怕騙, 真的啊, 之前, 你跟我說傳銷, 你最好是不要跟我說, 或者直銷, 不要浪費我時間, 腳踏實地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我選擇最笨的一種做法, 就是一直守夜, 守到整身病, 所以之前有誰看到我的照片的, 剛才我還沒上來的時候, 在之前的時候, 有幾位很漂亮的小姐, 跟我拍了幾張照片, 還不是一位啊, 好幾位, 我就很開心, 我以為我是明星啊, 過後我去問她, 是不是你的瞎線啊, 沒有啊, 她說是咯, 因為我叫他們跟你拍照, 因為你以前黑眼前很糟糕, 整身好像要冰這樣, 所以做證據, 我還以為我是明星, 不錯啊, 這種感覺也是不錯啊, 在realway才有這種感覺, 真的, 說到生意方面, 好像我今天, 想要去泰國, 我第一, 假如我傳統生意, 我就要遇到了很大的問題了, 我要籌備多少資金, 假如在我的行業, 第一, 手提電話, 是沒有保障的, 誰都可以進的, 你有問題, 公司也沒有辦法, 幫你些什麼的, 好, 所以, 你要準備多少資金, 第一, 第二, 你要拿多少錢, 跟多少人去那邊投資, 拿了一百萬還是兩百萬, 去賺那十萬, 不小心虧掉了, 連成本都虧掉, 對不對, 在我, 因為我是從很小生意做起的, 小到怎樣你知道嗎, 一個人在做工, 夠不夠小, 多的時候, 大的時候, 整百個員工, 最後也不過如此, 但realway就不一樣, 很爽, 我整天跟Dr. Lim說, 其實, 做生意的, 我們要看好的是什麼, 商機, 有沒有商機, 假如一旦有商機, 我管他什麼生意, 只要不要騙人, 不要害人, 對不對, 我就想去做, 尤其, 還可以幫到人, 更不用想, 好, 然後, 我每次跟Dr. Lim說什麼, 這間公司, 不是我想像的, 好像傳統生意的感覺, 也不像, 直銷行業, 到底他是怎樣的一間公司, 剛剛好, 中間, 很難找啊, 就是那塊縫, 那個縫這樣, 剛剛好給一張A4Sign的縫這樣, 插進去這樣難找的, 都可以遇到, 真的好幸運,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 我聽人家說, 傳銷很難做, 傳統生意也很難做, 因為自己做過嘛, 其實, 在Ruway, 叫少爺直銷來的, 問一問你們自己, 什麼東西是不是很多人幫我們安排了, 有沒有? 有, 剛才四天也說了, 我第一次參加公司的大會, 表揚大會, 去蘇羅巴扬, 就是我跟四天坐在隔壁而已, 我們兩個都是生女人, 在那邊, 去到那邊, 我還不認同的, 哎呀, 直銷行業都是這樣, 哇, 規模好像很大, 很好啦, 後面你就知道怎樣死法啦, 所以, 其實不是, 我回來的時候, 在一月的時候, 就是我看到, Dr. Lim, 那時候, 第一個月, 一個禮拜, 應該是一個禮拜後, 我就Diamond 3 Star了, 沒有掌聲的, 我要用考的, 很難做的, 你知道嗎? 好, 那時候我就看到Dr. Lim, 你多了解一下, 到底公司, 為什麼可以令到我, 應該為什麼要加入, 是小事情, 但是你要叫我去做, 我應該很大的問題, 因為, 我比較喜歡, 老闆, 什麼感覺你們知道嗎? 老闆的感覺, 給人家叫老闆, 多麼爽啊, 今天我要整天去叫人家老闆, 要看人家的臉色, 你知道很辛苦的嗎? 你們有遇過嗎? 會不會? 何況是, 我是老闆啊, 我受不了, 大小沒關係, 那個感覺嗎? 爽, 炒果條是不是老闆? 那個感覺多爽啊, 看人家炒果條也不來買, 對不對? 但是, 好像我們裡面有一位領袖也是炒果條的, OK, 所以, 我就了解了整個系統了, 但是也真的老實說, 我六個月後才真正實實了解公司的系統, 我知道勝利就是商機, 商機就是時間, 假如我沒有把握做一點多一點人, 給人家分享多一點這個產品的時候, 等六個月我懂系統的時候, 我相信我的朋友在別人的戶口下面了, 對不對? 因為速度, Dr. Lim每次說的, 成功就是, 速度就是成功的關鍵, 對嗎? 對齁? OK, 所以今天我要去泰國了, 齁, 我拿些什麼東西過去, 剛才還沒說完齁, 我只要需要拿了一個背包, 一個好像公司包這樣的, 加上一個iPad, 跟幾本Dr. Lim所創作的OPP, 那十幾篇的, 很簡單的, 我有時看的, 第一次我看的都要笑的那一本, 不好意思啊Dr. Lim, 這樣也可以啊, 我就是福在這樣也可以, 因為容易做嘛, 我們做生意的, 假如太複雜, 我們不會去做, 最好是全部的東西, 都有人幫我們安排了, 我出一點錢沒關係, 我跟就好了, 啊跟也可以成功啊, 這樣就是可以做咯, 所以今天我在這邊喔, 好, 我們, 再一次的, 更熱烈的掌聲給Victor, 分析得很好, 很棒, 好, 那麼現在, 剛才還有提到那個, 脫色的, 有一個瞎眼的, 他其實也坐在台上了, 好, 你們懂哪一個是瞎眼的嗎? 好, 就是我們的David Yeo, 我們每個都認識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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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David, 就是, 當你一看到Reway的時候, 以前啊, 剛開始, 第一次喔, 你, 你看到這個產品了過後咧, 你有什麼, 有什麼看法還是感想那時候? 你起初的時候, 我, Albert, 也要感恩Albert, 大家下午好先, 對不起, 沒有講下午好, 沒有禮貌, 然後我要感恩Albert, 因為, 當一次, Albert跟我講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理就不理他, 踩不只踩他, OK, 他也是很勤勞的, 供我兩年了, 才恭敬我, 供到我的時候, 當我吃的那個產品四天過後啊, 哇, 完全不一樣, 好像找到鮮丹這樣, 連我的那個, 以前的功能沒有, 就拿回來了, 喔,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在吃這個, 產品的時候, 就完全不錯, 覺得他不錯, 就介紹給這個, 喔, 只是因為, 那我不做的, 那時候我不做的, 我賣了十幾套, 我都不做, 叫Albert去, 賣給他, 跟他講, 這個產品好, 只是介紹給朋友認識, 那時候還沒有說, 很深入的去了解, 因為我一路來是吃產品的, 也對這些傳銷沒有興趣的, 完全一點點都沒有興趣的, 那時候, 我知道這個產品不錯的時候, 我的阿婆, 我的孩子, Joe, Jolie, 因為每一樣東西, 如果在我們的手上裡面, 看到一樣東西, 我們可以上網去查的嘛, 對不對? 所以, 我的孩子就上網去查, 哎呦, 好血料耶, 紐州人啊, 有一罐啊, 才幾十塊而已啊, 一罐大概是四十塊, 就可以買到那個, 6%大, 裡面還有什麼成分, 什麼成分, 什麼成分, 五十塊, 加多一樣產品, 六十塊, 八十塊, 加到兩個鹿籠啊, 哇, 好血料, 我失敗, 大概是, 七十九塊, 應該是沒有錯, 我就跟他, 啊, 訂過來啦, 用carry card跟他訂過來, 跟他訂了, 這麼整十塊, 訂回來新加坡, 還沒來到新加坡的那個時候, 那時候你, 你拿來做什麼? 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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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們買來做什麼? 買來做什麼? 做生意啦, 生意人嘛, 我是生意人啦, 因為我看到商機嘛, 這樣好的產品, 我吃下去這樣好, 又上網看到, 同樣的東西, 大概是, 這樣啊, 6%啊, 什麼成分啊, 什麼成分啊, 我就覺得一個商機啊, 就找這位老大, 去找Vitter, Vitter好帥喔, 來, 我有一個康陶, 發料的告訴我, 欸,這樣這樣這樣, 講給他聽, 哇,好帥喔, 他很咖啡的講, 美金, 5萬啊, 這個是, 5萬啊, 還是5萬啊? 500萬, 500萬, 我投入500萬, 來支持你, 哇, 心謝送, 500萬, 回到店的時候, 我們就安排, 跟Ajo他們安排, 去找什麼嗎? 找那些, 做藥品的人啊, 那個, 制度啊, 有一個可以做制度的那些, 那些人啊, 安排一下, OK, 做生意嘛, 對不對, 老闆, 就是這樣的, 生意人就是這樣, 所以就, 準備, 把那個貨引過來先, 試試看先喔, 那時候, 在等到很開心的等, 跟Vitter講的, Vitter也在等, 那個時候, 那個貨就來到新加坡了, 一看起來的時候, 一開起來, 顯了了, 裡面開起來是粉裝的, OK, 因為, 老闆賣的時候, 它是活細胞療法, 粉裝, 不管它是粉裝啦, OK, 不然拿來試試看喔, 就, Ajo就第一個拿給他媽媽試, 他媽媽吃的時候, 這邊喉嚨痛, 那邊頭痛, 這邊, 那個時候就, 欸, 感覺, 好像是一個, 好像, 好像我吃的那些什麼龍頭風味啊, 那些問題嘛, 所以, 就, 改變, 又給媽媽吃回原裝的那個, 吃了下去, 哇, 他的媽媽, 改善到很美啊, 就是我太太的姐姐咯, 哇, 很美啊, 很精神啊, 黑斑全部沒有掉啊, 哇, 那時候, 就開始, 就, 很認同的, 慢慢, 在公司裡面, 跟Albert, 進公司裡面, 聽了, 聽了這個產品, 因為那時候, 他是拿給我吃而已嘛, 我只是吃而已嘛, 等吃了八個月, 我才去公司裡面, 聽了, 這個老闆講, 那個時候, 聽了老闆講的時候, 欸, 覺得這個產品, 他的, 他的做法啊, 他的什麼東西,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的時候, 就開始很認真的, 慢慢去了解, 慢慢去了解, 分給我的顧客, 吃, 因為我認識很多人嘛, 我做了二十三年的生意, 也認識很多朋友, 也, 信用也不錯, OK, 所以, 每個人聽了, 都會應酬啦, 當應酬的時候, 哇, 一個一個真的是, 中風啦, 滋倉啦, 那些糖尿病啊, 那些 kidney problem, 紅斑藍餐喔, 給我看到我的眼睛喔, 哇, feeling, 完全不一樣, 所以, 當然不一樣的時候, 那時候, Albert跟我講, 這個產品的時候啊, 我講, 嗯, 如果你叫我做, 可以, 你不要叫我上台, OK, 如果你上台, 我絕對不做, OK, 他講, 可以啦, 可以啦, 有一次, 他拉我上台的時候啊, 哇, 我的臉啊, 紅到我抖啊, 只是講幾句話而已啊, David, 當你給老店跟他說, 都要給我三十個人, 這樣簡單的東西啊, 我爬上台的時候, 我整個人陡啊, 我帶三十個人啊, 下來啊, 那一句話啊, 我就覺得, 哇, 很, 很辛苦啊, 但, 當我看到, 那些顧客, 吃到好像, 改善的時候啊, 我的心裡面, 完全不一樣想法, 因為我覺得, 這個產品, 可以救很多人, 也可以幫到很多人, 某某那些東西, 都在我的眼見看到, 所以我就, 很, 很, 很努力, 很認真的去學習, 因為第一個, 我沒有讀書, 我不認識字, 你叫我講, 我可能不會, 好像這樣呢, 會一點點頭啊, OK, 所以, 就很認真的去學, 學習, 然後就, 學到, OK啦, 不錯啦, 可以, 我們給David一個掌聲, 真的, 原來, David也想開一間v-way, 這生意人嘛, 生意人就是這樣嘛, 沒辦法, 生意人就是想辦法去, 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這是好事, 這真的是好事, 必須要試過的才知道, 其實這個過程不是這樣簡單, 不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好, 那麼, 好, David隔壁以為一個, 也是叫David的, 那麼, 昨天我跟他聊過, 我就發現到其實, 他也是做生意的, 那麼, 那麼他的生意的性質, 跟剛才幾個呢, 就有點不一樣, 因為他以前牽涉到的就是, 一些家族的生意, 是跟他的家族裡面配合的, 那麼, 可能我們可以聽聽一下, 他之前, 家族生意,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後來為什麼會來加入V-way, 我們可以請他分享一下, 我們來請David隔壁。 各位夥伴, 大家下午好。 好。 我算是比較幸運的, 在這六七位的上線, 領袖們, 我是比較幸運的, 我本身也沒有外面跟人家做過工, 打過工, 這也是我第一次有老闆, 一向來就是我父親, 就是我的老闆, 他本身身體做很大, 他有六間公司, 是個大型的公司來的, 是說, 他也想我接他的身體去做, 不過是因為每次, 意見不, 意見啦, 每次我想的東西, 跟他想的東西, 就是每次有摩擦, 這是我覺得, 我如果一直在公司裡面做, 找往我們的感情會越來越, 就是說, 越來越不好, 可能做到有一天, 我都不想跟他再講話了, 所以, 我就盡量想辦法去外面找一些, 看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事業嘛, 對不對, 自從我當兵出來之後, 我就去做, 就開那個, 小孩子打的遊戲機, Ambudsman Center, Arcade, 哇, 那個時候, 外面看, 我很風光, 一天最少都有四五千的收入, 不錯吧, 那時候, 應該是十, 二十歲, 我二十歲那時候, 二十多年前, 應該是很不錯吧, 禮拜天都有七八千, 哇, 整做了三年了, 哇, 哇, 每個人看到我, 我, 家裡的人看到我, 哇, 哇, David, 你很厲害, 我能夠賺那麼多錢, 外表看, 那個遊戲的, 就是Arcade的那個地方, 是那種Arcade, 遊戲機的店, 是你一個人的嗎? 對, 是我自己, 我自己, 我跟我爸爸講, 我想自己創業嘛, 說你有, 你可以嗎, 因為我本身, 學問不高嘛, 所以, 每個人, 我家, 我家族的人都知道, 我學問不高, 而且, 我是那種, 比較內向的那種, 我不跟人家, 談這麼多話的, 我都是比較近那種的, 所以說, 你有本事, 你去, 你去找啦, 哪裏買machine, 你去找啦, 終於在一年之後, 我把這個Arcade, 給實現啦, 那時候, 我每個人看, 我就另眼相看了, 我爸爸是很顧, 我家裡, 他家裡的兄弟姐妹的嘛, 現在我爸爸的公司裡面, 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在幫他打工啦, 講得聽一點就是, 每個人也是不會走的啦, OK, 然後是說, 三年後, 那個Arcade開始, 營業額下架的時候, 不會賺錢的時候, 哇, 每個人就開始退了, 就把這個爛攤子丟給我, 我那時候, 哇, 會死掉, 我以為我會賺很多錢的, 然後省不到, 怎麼做了, 我做了兩年, 虧了整, 二十多萬, 那時候真的, 一無所有啦, 完蛋了啦, 那我爸爸也是挺不錯啦, 還讓我回去他的公司, 我這樣回去他的公司, 做了之後, 我每次給他意見, 他不會接受我, 因為他要跟我講, 你不需要教我怎麼做, 我公司已經做了這麼大的, 他每次要我回去, 他就跟我說, 他要New Block, 心血, 來幫忙他, 因為他已經, 那時候他已經是六十歲的左右了, 每次回去, 兩三個月, 我就是, 每次丟鎖屎我就走了, 我就是出來自己做, 做了好多勝利都是, 因為可能經驗, 不夠, 每次做都做做, 開始做得很好, 到最後就是, 虧錢, 都是倒了, 我爸爸每次都是, 拉我回去, 拉了第四, 這個是我, 今天是剛好我在立威, 一年啦, 一年, 我在八, 第七個月, 我做了, 我做了, 然後我, 最後一次我回去, 我父親的公司, 他是希望我能夠接他的勝利, 我回去了兩年, 去年五月, 我剛出來, 我又找了藉口, 說我要出來, 串業, 其實, 我想做一些, 牛奶粉的勝利啊, 就是說, 從牛西郎進口, 新加坡包裝, 賣去中國, 不過到今天啊, 我的那個奶粉的勝利, 那個執照啊, 到現在都還沒拿到, 一年, 一年, 整整一年多, 都沒有拿到執照, 我覺得, 竟然立威也是, 也是因為安哥利啊, 安哥利我的上限, 哇, 那這個夠利啊, 他有夠尿的啊,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的人會比較, 比較迷信啦, 我有時候, 我想自己穿越, 有時候一直想著自己穿越, 也就是說, 想去看命啊, 看什麼, 剛好安哥利那時候, 也是在, 在福禄壽那邊, 幫人家打螢幕, 跟人家看命啊, 我在那邊認識他, 哇, 就跟他講, 欸,我想做牛奶粉的勝利, 欸, 有沒有什麼康陶, 認識中國啊, 什麼人啊, 什麼東西啊, 欸,他講, 哇,他康陶很多啊, 哇,活血啊, 然後我就跟那一隻, 有接觸嘛, 在那邊, 他就跟我, 啊, 講, 認識一個, 一個中醫師啊, 因為他們是一夥的, 就說, 不然我們去馬來西亞拜, 拜神啊, 我說, OK啦, 那時候我還幫我爸爸做工啦, 我爸爸, 我跟我爸講我要去馬來西亞拜神, 他整個臭臭啊, 為什麼你做工每次都是要跑出去的, 那我們就說, 啊, OK, 去馬來西亞, 那時候我跟安哥利還有跟一個劉醫師, 就開車去, 開始是我嫁, 在馬來西亞時候安哥利說, 欸, 讓他take over, 我心裡在想, 我老耶, 我爸爸六十多歲而已, 駕兩個小時的車啊, 都, 一直要睡覺啊, 就不會懂了, 又要我嫁了, 安哥利七十多歲啊, 他能夠嫁嗎, OK啦, 就是, 哎呀, 放心給他嫁啦, 不過還沒有嫁之前, 我看安哥利吞了什麼, 什麼紅色的子彈啊, 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啊, 我講得很好很好, 他也沒有跟我講什麼, 他也不跟我講這個東西, 因為我沒有興趣嘛, 我對, 我對保健, 保健的東西我完全沒有興趣嘛, 我就看他吞了吞了, 哇, 他可以嫁, 我all the way一隻嫁, 嫁了六七個小時, 他不換人啊, 我越嫁又精神了, 而且他在裡面啊, 他就開始跟我講, 不爹, 立位這個東西, 哇, 然後我覺得, 哎呀安哥利, 我們去去拜神, 你不要跟我講這種, 很煩耶, 一隻腳沒有聽的, 我背負他, 我沒有聽的, 一直講, 一直講耶, 我講到, 我有帶那個, 我就兩個耳朵都蓋住, 他講我在那邊聽歌, 我在看戲, 我都不管他, 他一直講, 一直講, 因為我們去的時間, 就比較長嘛, 我們就吃, 因為我本身, 就有一點, 有一點胃酸倒流, 導致我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胃啊, 這個叫, 胃, 胃啊, 胃啊, 胃酸倒流, 這邊有, 我去做scoping的時候, 我裡面有傷到, 裡面有Elsa, Elsa的時候, 那時候我頭髮也是掉得很厲害, 因為我吃錯了東西, 還有我的心臟, 我這麼年輕啊, 我有時喘氣的時候, 我的心會, 臭, 臭, 我覺得, 哇, 這麼年輕啊, 不懂會不會怎麼樣, 有這樣的事情, 心臟病不然間, 這樣就完蛋了嘛, 所以, 我們就去拜神了, 那安格莉, 剛好我吃飽, 安格莉就, 我去暗, 我這邊埋子暗, 我這邊很痛啊, 安格莉問我什麼事情, 我說, 我有胃酸倒流, 他請我吃兩粒, 他請我吃的時候, 他還要, 愛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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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有點, 吝嗇啊, 很喵啊, 他, 他, 他吸被吝嗇, 真的, 不好, 這麼老實啊, 我是覺得, 是因為, 我本身有一點問題, 要不然今天, 我可能我也沒有這個福報, 進來立威啦, 因為我要, 我也是要謝謝安格莉, 感恩他啊, 然後我就吃了兩粒, 隔天早上, 我還想跟他拿多兩, 四粒啊, 他沒有兩粒, 又給我兩粒了, 我之後再兩粒吃下去, 很奇怪咯, 就是隔天而已, 我的痛不見掉, 我就以為說, 可能是Panador的東西, 是Pancular的東西, 算了, 不要去想他, 他就跟我在講這個東西, 吼吼吼吼吼吼啦, 因為老人家嘛, 吼吼吼, 我回家, 回來新加坡之後, 我整個月, 我的這邊沒有痛, 我就覺得, 哇, 這個東西是什麼來的, 這麼厲害, 然後我就去搜尋, 就說, 原來, stem cell, 幹細胞是什麼, 在那邊, 我就很有興趣了, 我就, 我來找安格莉, 我就跟我爸爸分享的這個東西, 我爸說, OK, 你跟我拿一套, 哇, 講是, 很容易嗎, 3888, 他有錢嗎, 沒問題嗎, 然後我自己, 雖然他一個月給我五千塊啦, 算是不錯了啦, 五千塊, 但是我自己也不捨得買出來, 他用他的錢買, 然後我放我的名字下去了, 我放我的名字下去, 然後我就把這個攤餅拿給他吃, 然後最後我就跟Uncle Lim拿一盒, 慢慢跟人家這樣分享, 分享, 哇, 越做越不做, 他的fix很多, 我就覺得這個產品你一定要給人家試, 我們不大會講話沒關係, 那是產品他真的會說話的, 他回來的那種笑音好像海嘯的, 那給人家試, 每個人一來回來, 這個介紹介紹這個, 真正全部回來的, 我看, 我全都介紹了, 進來我的下線的只有一個朋友, 其他的不是我朋友, 這是我下線下線下線這樣進來的, 我覺得, 哇, 這個生意好像可以做, 我看到了市場喔, 我覺得, 我試看看喔, 但是我還在等我那個牛奶粉的生意, 剛好這個機會, 我跟我爸說, 欸爸, 我不要做了, 我想出來做牛奶粉的生意, 他給我騙去的, 其實不是我去做利威了, 然後我爸, 我爸最後知道的時候, 他罵我媽媽, 他說你這個兒子沒有用的, 這樣貴的產品可以賣嗎? 你不相信的話, 你看, 半年之後他一定回來找我的, 然後我媽媽就跟我講, 我媽媽也是叫我你回去啦, 然後我說我想做給他看, 我想做給他看, 因為我看到市場, 我在第一個月的時候, 我就有得到, 我就可以賺到, 跟我爸爸給我的薪水是一樣多, 第二個月呢, 我已經有家, 在啊, 複製了, 複製, 第三個月的時候就, 兩萬多三萬, 就是很不錯了, 我覺得,哇, 等於我爸爸, 在我爸爸裡面做了三四個月, 我可以如果做了一年來講, 我有, 我有啊, 五六十, 五六十千來講, 我等於我爸爸那邊幾個月, 我一直在算, 然後我, 我弟弟, 我有一個弟弟從美國讀書回來啦, 他曾經問我, 問我一句話, 大哥, 那時候我在我父親裡面做, 大哥, 你有沒有想過你一天啊, 一個月有賺到一萬塊錢的, 那個薪資嗎? 我心裡在想, 笑, 我讀書都不高, 我能賺一萬塊錢, 我現在拿五千塊啊, 我就很高興了, 其實, 明白嗎? 如果我拿五千塊, 我從早上, 比人家早到, 還要比人家晚回啊, 我可以拿五千塊啊, 我覺得我都很辛苦了啦, 如果我拿到一萬塊來講啊, 我不用回家了, 我可能要在公司睡覺啊, 我爸爸是那種, 那種要求很高的那一種啊, 所以, 我現在我證明了給我那個弟弟看喔, 我給他看我的收入喔, 那時候我是不敢想, 現在我的收入, 啊, 等於, 六七四的一個月啦, 就是說, 可能六七萬, 還可以啦, 我說, 好,我們先謝謝, David Liu, 所以, 老師講, 剛才, Victor, 做生意的確真的是不簡單喔, 我們從Victor身上, 我們可以看得到, 合作關係, 也是很關鍵的一個, 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前面什麼都是OK的, 那麼後面, 這問題產生的時候, 是很痛苦的, 那麼從David Liu那邊,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 在家族裡面做生意喔, 哇, 也是很痛苦的, 那個痛苦更糟糕啊, 因為那個合作不是自願的, 那個是, 沒得選擇的一個合作夥伴, 所以真的, 我們從他身上呢, 可以體驗, 可以感受到, 真的以前的一些, 困難和心酸, 當然我們還有一位, 好, 這一位, 好, 也是真的, 有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故事在後面的一個人, 就是我們的, 來自扶容的Andy Song,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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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很感謝, 我的上上線齁, 為什麼呢, 因為他follow我了十個月, 而且很堅持的follow我十個月, 我再加進來, 所以我的上上線, 那個Mr. Tan和秀平姐齁, 其實我在2011年的時候, 已經認識了這個產品, 那個是, 那時候在八月多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一個教會的姐妹, 因為我是基督徒齁, 而且她介紹我, 然後我是想到, 教會的人應該不會騙人, 我知道她價錢是非常貴, 但是我也是買來吃, 但是我吃到好的時候, OK, 那段時間, 因為我的檔庫準非常高, 我相信大家知道了, OK, 不用講了, 然後我吃到好都好, 那麼, 我的那個上上線一直來找我, 啊, 有些時候啊, 一兩個禮拜來找我一次, 一直跟我談那個D way, 然後他跟我講, 哇, 這個可以做, 一個月可以賺幾十千, 整百千, 我講, 夏威, 七八千, 按著彈喔, 那時候我也是不相信, 而且呢, 他來找我去吃了之後, 那時候我變得很不耐煩, 我就跟他講, 阿蛋, 假如你今天來找我喝茶, OK, 沒關係, 但是你不要跟我談傳銷, 你不要跟我談, 因為我一路來都對傳銷很抗擊的, 那時候呢, OK, 我就是這樣, 他下一次來的時候, 他就沒有跟我談傳銷, 他只是買東西給我的孩子, 我這個人的接招真的是很好喔, OK, 那麼, 那個時刻呢, OK, 我也是, 這樣來過, 那, 到七年, 七年五月多的時候, 有一次他又來, 差不多四月多五月的時候, 他來找我, 叫我去上一個課, 就是像我們這次的領袖培訓課,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不會去的, 傳銷我不會去的, 你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啦, 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那時候他一直跟我講, 你去了, 可能這個是你的人生的轉捩點, OK, 然後他一直堅持叫我去, 我都不去, 然後他跟我講, 他票買了, 我講不可以退回的嗎, 退回去啦, 他講不可以退回, 所以, 那時候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兩公婆太好了, 所以我就叫我老婆, 應酬他們去, 那時候我老婆還沒有去之前, 我跟我老婆講一句話, 老婆你去就好了喔, 這邊聽這邊出喔, OK, 他們講講好啊, 都是騙人的啦, 看這間公司幾十島罷了, 喔, 那時候我老婆就講, 那時候我老婆就講, OK咯, 但是去了啊, 回來的時候喔, 第二天晚上, 老婆就跟我講, 老公可以做咧, 不要跟我講傳銷, 我跟你講明了的啊, 不要講啊, 真的咧, 那個Kelly一個月賺百多千咧, 我講你不要鮮我啦, 不可能的啊, 為什麼這個Kelly給我印象很深刻呢, 因為我在二零一年的時候啊, 八月多我買這個產品的時候, 剛巧我們上那個office, 那時候office有那個, 不知道是OPB還是什麼啦, OK, 那時候我也不忘記了, OK, 那時候, 呃, Mr. Tan就介紹給我認識, 這個Kelly, 啊, 他講是來自槟城的領袖, 但是我跟他握索的時候喔, 他頭低低都不敢看著我, 啊, 講話小小聲我又聽不到, 我在想, 我老婆跟我講他一個月賺百多千的時候, 我講可能咩, 不可能的咯, 為什麼呢, 因為, 都不敢去, 看著人家的眼睛的, 那裡可以做銷的, 那裡可以做生意的啊, 所以, 我老婆就丟那本書給我看, 那本真商, 因為我看, 真的是他的照片來的喔, 我整個人殺掉了, 我在那本書來看, 我看到的時候, 看到那個凱聖, 為什麼這個人給我印象這麼深刻呢, 因為在, 二零一年的八月十五號, 我們在福庸大好運的時候, 凱聖他們來那邊開那個餐會, 他在台上講的時候, 我跟我老婆一直在台上那邊笑, 為什麼呢, 講話漏風還敢上台講話, 那時候, 我看到他的照片的時候, 我殺掉了, 一個在巴薩賣椰漿的, 賣椰漿的, 既然那個短短的時間, 一年裡面, 一個月啊, 收入啊, 整百千, 那時候他已經上了ELIT, 什麼生意來的喔, 什麼生意來喔, 因為我自己做, 我本身, 之前我做過生意, 二零一年到二零一七年, 我賣那個SONA room, 一間一間的SONA齁, 然後, 在這個七年喔, 我每一個月的租金, 每一個月的工錢, 都超過整百千, 但是我從來, 沒有試過喔, 收入超過八十千, 但是他們在短短的一年裡面, 能夠這種收入, 到底是什麼生意, 我整晚不能夠睡覺, 為什麼呢, 不平衡嘛, 對嗎, 所以那時候, 沒有辦法, 因為我早上要七八殺的, 早上要七八殺的, 所以我就HUB一下子, 然後四點多的時候我七八殺, 我駕著七八殺的時候喔, 我到那邊的時候, 我問我自己, 我來做什麼, 所以, 我就直接躺在那邊睡覺, 關車門睡覺, 到七點多的時候, 我的朋友敲我的門, 誒, 壞東了, 壞東了, 那種犯案高, 我起來, 真的是很多顧客, 然後我就下車, 然後我跑去咖啡店, 我在喝咖啡,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我根本沒有目的要開檔啦, 根本沒有目的要開檔, 所以我在那邊喝咖啡的時候, 我一直在那邊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得這麼好, 欸我想到, 藏品好啊, 我吃到好啊, 我媽媽吃到好啊, 我哥哥也是吃到好啊, 欸這個生意可以做啊, 然後, 我在那邊看, 我看到喔, 一個哥哥五十多歲, 他在那邊很親吼, 在那邊賣東西, 在那邊喊, 在那邊包東西, 我在想, 只要今天我繼續做, 爬下去的話, 十年後, 我就像他這樣, 我問我自己, 我要嗎這種生活, 我不要, 我怕, 我不可能的, 不可能我五十多歲, 我還是要過這種生活, 但是, 假如今天, 我繼續做下去的話, 十年後我就像他, 而且, 可能我比他還要慘,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 我還欠人家幾百千, 還有銀行欠幾百千, 我怎樣還啊, 可能, 還到我老, 都還不清這位債務, 所以當天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今天, Kalin能夠, 沒有可能我不能夠, 今天凱聖能夠, 沒有可能我不能夠, 所以那時候我很興奮, 那時候, 我非常興奮, 我抱著那個很興奮的心情, 因為我看到了希望,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吼, 我失敗了之後啊, 我已經沒有, 沒有那個夢想, 完全已經破滅了, 因為欠人家幾百千, 而且, 讀書又不高, 而且又沒有本錢, 你這樣去翻身, 根本沒有機會翻身, 所以, 我回到去的時候, 我看到我老婆, 老婆, 這次我們好誰了, 我決定做立位了, 我老婆聽了很開心, 那時候我老婆聽了很開心, 那時候我跟她講, 我決定full time來做, 我老婆嚇了一跳, 老公, 考慮清楚先, part time part time做先, 賺到錢了之後, 才在full time, 因為那時候, 我老婆懷著陰, 還有孩子兩個小的, 因為她講, 孩子要吃飯的, 我講, 你放心, 我看中了, 我一定能夠翻身的, 我一定能夠過到好日子的, 一定給你過到好日子的, 所以, 但是, 我有三個條件, 我三個, 我老婆談三個條件的, 因為, 第一, 我沒有做過傳銷, 我不懂得傳銷, 而且, 我不會傳銷, 剛開始我做的時候, 可能, 我們看不到錢, 你不要埋怨, 我沒有錢給你, 可以嗎? 那時候我老婆講, 可以沒問題, 第二個條件, 然後, 今天, 你跟著我的話, 你不要跟我講, 你累, 你累的話, 你在家睡覺, 假如我辭回來的話, 你不要埋怨我沒有時間陪你, 可以嗎? 我老婆講, 可以。 OK, 第三, 因為我們的顧客, 我們要follow的, 所以呢, 那 paper work, 那顧客的名字, 全部你要記錄好來, 你沒有記錄的話, 我發你脾氣, 你不可以出聲, 那時候, 我就決定, 我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把我的Toyota High Egg, 便宜便宜賣給我朋友, 那時候, 我還沒有決定做的時候, 我就去找我的, 你們認識的啦, 我的四嫂和我的四哥, 因為我跟他的感情很好, 我就跟他談, 我brother知道夫妻了, 我看了幾次, 你別人來拼, 會聽福建話齁, 那這個位談五三八千, 沒問題, 我跟他, 我跟我哥哥談, 怎樣做,怎樣做,怎樣做, 然後到最後, 我的四嫂, Louis, 路走星啦, 路走星, 通常的人都是這樣啦, 對嗎? OK,沒有辦法, 那我就回來, 但是我一回到家, 不久, 我的大哥打電話來了, 你嚇我, 你去做傳銷, 傳銷不然是人家做的, 你, 你, 你的老婆大肚子, 你的孩子要吃飯的啊, 然後我跟我大哥講一句話, 大哥, 三個月, 三個月我一定翻身的, 我看好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做, 但是第一個月, 我就拿五萬多 commission, 第二個月, 拿七萬多, 第四個月, 拿一百一十多千, 那時候, 那段時間, 坦白講, 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不會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沒有做過傳銷, 那時候, 也是沒有人下去打芙蓉, 沒有人下去打芙蓉, 沒有人下去打芙蓉, 所以那時候, 我跟我老婆怎樣做呢, 就是, 沒有辦法, 我們就拿那個, 考料的犀利, 那個考料的犀利, 來OPB, 我們來寫OPB, 然後我們呢, 每一字啊, 寫下來, 我老婆抄了一整本書, 我們拿來背, 所以, 剛開始我們開餐會的時候, 我老婆講我拍手, 我講我老婆拍手, 所以, 做了一段時間, 那我實際上聽到, Mr. Law的名字, 我想, 這個人肯定很棒, 萊門隊的, 最高度導啊, 我就, 問我的上線, Mr. Law我怎樣, 怎樣可以找到他, 我那時候, 剛巧他在馬六甲, 所以我去找那個, 馬六甲, 我就看到Mr. Law, 我就問Mr. Law, 我想在第一位裡面成功, 我應該要怎樣做, 我說,Mr. Law看著我, 你要成功啊, 好喔, 我去那裡, 你跟著我去那裡, 可以嗎? 我想可以, 我很業的我, 可以嗎? 可以, 那時候呢, 我開始呢, 就跟Mr. Law學習, 所以那時候去, 我去跟他那邊, 我去看他怎樣做, 去看他怎樣跟人家談, 我回來, 我就用他的方法來做, 然後又去檳城, 我也是跟, 去那裡我都是跟, 在這裡, 我謝謝Mr. Law和葉莉姐, 坦白講, 我在Mr. Law和葉莉姐的身上, 寫了很多東西, 寫了很多東西, 而且我發現, 寫了處理的東西都好, 這個, 這個, 真的, Diamond Team, 我在Diamond Team裡面, 寫了很多東西,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做, 所以這段時間呢, 坦白講, 之前, 我的夢想, 已經完全破滅了, 但是喔, 自從我在Diamond裡面喔, 我的夢想越來越大, 而且, 比以前, 我所做的夢, 更加大, 因為我知道, 只要在Diamond裡面, 我的夢想一定能夠實現, 而且, 更何況, 掌聲, 真的是, 好棒啊, 真的好棒, 我聽他講的時候, 我眼淚都想流下來, 真的, 太難了, 真的, 好難, 我在直下去這麼久喔, 好難找到, 好像這樣的人喔, 所以, 我就發現到, 其實, 當一個人想要, 到處都是老師, 是不是啊, 當一個人想學, 真的到處都是老師, 當一個人想學, 當一個人想學, 當他River, 有沒有東西, 有沒有工具讓你學? 有, 單靠一個DVD, 他可以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 這樣就上場了, 真的, 我們真的需要給Andy一個掌聲, 真的好棒喔, 一個人, 真的, 所以我也需要在座各位呢, 給這群喔, 真的, 非常了不起喔, 分享者喔, 一個人沒有掌聲這些, 真的, 我們感謝他們, 謝謝你們。 都沒有掌聲, 都沒有掌聲。